老花一美日一答回答一下臭宝们的养发问题啊 第一个臭宝说我从网上买的金叶过露黄 其实呢就是一个经常作为那种绿花袋里面出现的 这话说有黑点点知道呢 这个喜欢在强光下生长 就是光照越好越挖晒 而且呢这个东西它就是个草 你非得离那么近看着干啥呀 这种黑点点呢有部分的品种上面是会有的 你说是红的我也看不出来 不过这种不影响就跟人一样的毛孔粗大是吧 这个问题不大多加强一下光照 控制自己的浇水和加强自己的通风 下个说不好 这个薄荷买了俩星期 宝贝我跟你说薄荷呢就是一个野草就打草 你要是跟谁过不去的 你比方说我跟老王关系不好 你可以偷偷往他院子里边种一棵 我跟你说三年之后他满院子都是薄荷 就这么简单 哎呀这了那了的 你长了就修剪下边还了很正常 是吧你结婚了你前女友不高兴了 这不一个道理吗 上面挡得好他下边不开心了 你管他干啥呀 老的不去新的不来 你放啥呀 是吧 卡卡剪卡卡修剪 跟割韭菜似的 一擦又一擦的 还能泡茶喝 你留着干啥黄了 黄了也没见你吃 哎 下个车我说老花一求救 圆堆绣球咋的了 还有点黑斑 咋救他一下子 宝贝你要不说 我还以为是那个大花绣球呢 这拿不太像圆堆绣球啊 哦是圆堆绣球啊 第二张图片就看出来了 这个是得病了 这是得病了 用一些个恶眉灵 和三座桶等等一系列的 底部灌根 然后这一根可以给它剪掉 偶尔有一根 看样子是 看样子是这一根的病了 病害导致的 具体病害要具体观察了 三座桶或者是恶眉灵 或者下边有多菌灵之类的也行 把那一根那个不好的 直接剪掉啊 然后剪到杯一剪 然后其他的罐罐给你喷一喷一叮 预防预防 别的没啥 下个车我说 第一次 红韵 双雄 天天浇水 啊 没事 红一当头 不能强光暴晒 它的花期只有半年 然后又嗝屁 之后从边上 借私还魂 出一个小的出来 就这样 没办法 老花一也没办法 它架和其去花五百日红 对吧 这种花一般你买回去以后 开三到六个月就算幸运的了 之后呢 它从边上长一个水出来 重新成为一个新的 你看你的边上不就有吗 对吧 扔了吧 再买吧 要么就是把那个小的养到大 不过很费劲啊 而且凤梨喝的对棚还比较敏感 你想养费劲了 下个周宝 蓝雪花新叶都不健康 要一圈发白 要么一圈发黄 生长无力 你能给点光照吗 亲爱的 给点光照可以吗 一共就 一共就八个叶片 一共就八个叶片 你还拿发灯镜看 你要多长点啊 多给点光照啊 该胶水的胶水啊 光照给足啊 该试点肥试点肥 帮帮他也不是你这么玩啊 就一根一枝独秀吗 这他 紧的那秀他能 那帮帮他都好几个编在一起的 你以为一根独 独秀啊 太难了 下个臭毛 老花一 长寿花咋的呢 人家是绿的 我这是红的 你那个有好事了 不就是吧 有红事吗 这不是 其实这种呢 就跟多肉一样 就上状态了 就光照太长了 温差很好 对吧 之后就变红 长寿花是一个短日照的植物 喜欢大温差 每天只接受 六到八个小时左右的光照 其余的时间 最好是15到25度之间 来回徘徊 有点凉 有点热 之后呢 一个月左右就上花包了 你这样的话 就是日照偏长 温差有点小大 就开始变红了 这不是 你养多肉 你肯定背成功啊 以后不要养长寿了 养多肉啊 就你那个环境 养多肉肯定背包 养出来都红艳艳的 好吧 好了 希望各位出宝呢 好好养花 好好学习 天天要上 我老花一 养花正在一 拜拜